看着一艘艘骑径渡轮 每天不停地来回古山和骑径之间 尤其到了假日 更吸引大批的观光客涌入 乘坐轮船的安全问题 已经深受外界的注意 那我们都有四个 这个电视机来播放 乘客的这种救生衣的穿着 来告诉他 然后顺便告诉他 我们船上的救生衣探检的部分 为了预防轮船超载 避免发生翻船的危险 轮船公司已经在门外 设立电子计算器 有效的控制人数 而且每艘船内也都有水手 负责诠释轮船的安全 在安全设备的部分 虽然救生衣的供给量是足够的 但是救生衣的穿戴缺乏实际示范 即使乘客看完了宣传片 仍然一头雾水 不会使用那个东西吗 不会 不会用 为什么不会用 他没有常常走啊 他没有直接看啊 提醒一下大家看电视 我觉得提醒很重要 他们可以做这一点 古山到其今 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分钟 乘客在欣赏沿途 美丽风景的同时 更不要忘了自身的安全 除了不要跨越栏杆 以免不小心跌入海中 在船舱内更是全面禁止吸烟 免得不小心造成火灾 而且机车骑士一进入船内 一定要马上熄火 并且往前停靠 让后方的机车可以顺利地进入 以上这几个简单的动作 希望乘客可以共同来遵守 坐人的旅程虽然不长 但安全措施绝对不可少 搭乘出游 一定要快快乐乐地出门 平平安安地回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